今天要分享的是轉彈 企鵝特工隊 藍籍的紳士 或者翻譯就企鵝日查 然後這系列總計有六款 就直接分享給大家看 第一個要開的是 膠帶好沒有 綠色轉彈 綠色轉彈的是第一款 它下面是有一個彈簧的 下面是有一個彈簧的功能 側面是這樣 上面 後面 然後前面是嗎 這是 這應該是分類裡面第一款 這應該是國王企鵝吧 然後再來要開的是 這應該是 第二顆轉彈是紅色轉彈 紅色轉彈的 只是小隻的鐵 有點像快樂角的那個鐵 然後一樣有彈簧 一樣有彈簧 側面是這樣 正面是這樣 上面 跟剛剛那隻比起來 就很明顯比較小隻 這是第二顆轉彈 這是第二顆轉彈 紅色轉彈 再來是紫色轉彈 紫色轉彈的只是磁浮狀態 這顆轉彈的 好像很直接貼 欸 沒有 可以吸住的 然後可以踩起來 下面是這樣 正面是這樣 這是一款 這是一款 然後是可以吸住的 這是吸款 然後再來是 這算是橘色轉彈 橘色轉彈這個 橘色轉彈這個 這應該是C款 就比剛剛的那個 第一款再大一點點 但也是小隻的 小隻的國王企鵝 側面是這樣 後面是這樣 上面 跟剛剛那隻比起來 就有明顯的一個大小的差異 然後跟其他隻比起來 也是有更明顯的差異 這是 C款 然後剩下的是 黃色轉彈 黃色轉彈這一款是 E E款 F款 然後零件是兩個 然後是 這是 植母企鵝 這樣子 側面是 正面是這樣 側面是這樣 然後企鵝兩個是連在一起的 不能分開 後面是這樣 然後也是用磁鐵去吸住 然後像這樣 欸 黏不住 這是 F款 然後再來最後一款 應該就是A款 A款跟剛剛出現的B款 是差不多的 唯一 比較特別的 不一樣 看圖應該是 說 嘴巴的部分有打開 好 然後下面一樣有糖 側面是這樣 上面 這系列總計六款 有系列朋友可以考慮